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包括我们重病的处理 充分休息 然后还要运动良好心态 这些都要灵活应用 但修法重不重要 我跟各位讲非常重要 尤其重病患者如果没有好的手法 他不能解症 不能解症 然后即使能解症 他不懂得要这个重病患者按完 很快就会崩回来 还要有耐心跟爱心配合 也做不出来 你光有手法 没有爱心耐心也做不出来 所以他们是完全要结合在一起 缺一不可 我就挤我这一段时间吧 我这一段时间 在台湾这个已经差不多做了将近差不多三个多礼拜 我每天都开车一两个小时 开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是为一个重病患者处理 那这个重病患者已经蛮危急的 也就是我会这样做 就是他随时都可能生命就结束 已经命运在大失血之后 是一个恶性肿瘤患者 他大失血之后 全身都痛 也就是从头痛到脚底 然后身体继续 然后痛到又全家恐惧 也没办法睡眠 有时候这个患者 他痛苦到辗转难眠 晚上可能只有睡几分钟而已 甚至都无法入眠 那家里人也陪着他 也没有方法 在又不幸的又就是完全失血 整个年都是苍白的 在大失血后 人已经炎炎一息 几乎落到只能躺在床上 也不大能转动 那这个情况下 你有没有办法叫患者到接近未来 也没办法 他们也不能移动 患者几乎已经 只能躺在床上 那所以在这种危急情况 我相信如果没有给他们 一些立刻节症 因为他从头 头躺下来 头就晕 他只要稍微头转动他就晕 也不要起来 那 那人体有些肌肉又开始萎缩了 那有时候连呼吸 胸都会痛 然后胃肠有时候又不好 然后腿也酸痛 我几乎全身 然后他会酸痛到晚上睡不着 那情况也是非常严重 没有一项是好处理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患者 我也知道只有钱力以赴 我说如果没有人去帮忙他们 我看应该 这个患者应该很快就会往生 那唯一就是让患者 他们家属了解 一定要钱力以赴 或许还有一丝的机会 那我讲的都蛮保守 像重病患者已经到命危的时候 我都跟患者讲五分五分 但是因为这个患者 我认为好处就是他很坚定 他也不让西医再处理他 什么要手术化疗 他通通不要 他就是一心一意想看看原始点 有没有办法救他 那家属也都是同意的 在这样背景下 所以我想患者也无路可走 那现在唯有全力以赴 所以我才会每天这样跑 那光他的头阴 我每次去按多久呢 他头阴那么严重 我光一个头部原始点 还有整股下沿到脊椎 每一天都按两个小时以上 这样如此按了一个礼拜 他头阴才好了五六成 到了十天以后才好了七八成 如果头阴不改善 他又吃不下 一阴有时候胃又胀 那这个阴对患者而言是恐惧的 那如果你没有爱心 你说你手法多好也解不了 好那你有爱心手法又不行 你也解不了症 譬如说他按头部 我认为你看他也不能侧躺 也不能趴着只能仰躺 那你怎么按 所以我按他的整骨 我开始都用前头法 整骨下沿 本来我们是要用手肘 手肘太大力 他刚开始也承受不了 何况手肘一定要趴着坐 或侧躺着坐 你才有办法做出来 那他仰躺你怎么做 这时候我就变通方法 整骨下沿到脖子 我就用前头法握虚拳 你也不能握十拳 你十拳一顶下去 那个力道太硬 他马上就觉得痛 你解不了症 然后就这样握虚拳 然后手肘很柔的 慢慢顶进去 然后慢慢一层一层的解开 那每一次我按他的耳后 还有整骨下沿到脖子 这样按下来 我发现起码都要两个小时以上 你们有做过这样的患者吗 如果没有 我相信你们是没办法救他的 因为他育婴 他整个精神就不好 他也睡不好 然后加上那个不舒服 让他产生恐惧 还有其他的部分呢 所以把他的头部解决了 当天我去 几乎晚上也没有睡好觉 半夜还起来帮他按腿 因为他腿会痠到也睡不着 那还是要按 我也是尽量尤其脚踝 那个足背部都请全力以赴 那这样才慢慢让他稳定下来 那如果说你们有耐心 有爱心有信心 但你们手法不到位 空谈啊 到了这个节骨眼 真的是无法解他的症 那我发现重病患者死都死在 当然我书本上有写 有热人则生无热人则亡 真正死是因为他的症症状 你们没有办法解除 他没有办法解除患者会恐惧 在恐惧的心理下 你叫他要有良好心态 怎么可能呢 所以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懂得解症 所以我这样一路这样做 我战战兢兢 即便我自认我的手法 应该是绝对没问题 我是很有把握 但是光一个头部 我就按了两个多 每天哦 这样按两个小时以上 在第七天 他头晕才缓解 到十天才稳定下来 那之后即便有晕 那个已经都不会影响他的 包括坐起来站起来 要不然他躺在床上 那那时候随时都可能挂掉 只要你一个症状没有办法解决 他就会产生恐惧 然后他就会睡不着 他睡不着 就会影响他的精神 然后胃口也会变小 在这样子情况下 然后又大思许 你说呢随时有没有可能走 随时都会走 所以这里我觉得提问得很好 你处理重病 为什么我说志工一定要严格筛选 遇到了这样 志工能不能全力以赴 然后以同理心 把患者当作自己家人去照顾 然后既有耐心又有爱心 然后又能够因为你的解症 因为学到很好 让患者有信心 要不然你有爱心有耐心 你慈悲心是够 但你没有专业 你如果手法不够专业 你很难救 那一般我们的手法 处理轻重症还OK 每次遇到重病 很多都没办法 人的我就不说 过年期间 也是大陆我发生一件事 让我慢慢彻底觉醒 就是有一个患者 我也不要说哪个病 那个患者已经很严重 胃也不舒服 也吐血 我也亲自打电话 请大陆看有没有人员 能够帮忙 那这个患者影片我有看到 因为比我现在在处理的 这个患者 我觉得轻微多了 我那个患者根本不能趴 不能走 不大人已经不能走动了 而且又在大湿血 完全身体那个脸色还有四肢 你看起来都是苍白的 完全苍白 然后稍微动一下 刚开始有时候会传 在这么情况下 我认为我都可以慢慢把这个重病患者 让他稳定下来 那这一个为出血而已 我认为在我看法 当然也是属命危 但体力好啊 没有问题他可以趴 然后按了又有效 马上有效 我那个是要按两个小时 他才慢慢有效 刚开始是这样 头鹰我是这样处理 但是很遗憾 他们按的时间不够 然后照顾 照顾的方法 也没有参考 我的 跟他们讲的 我叫他们饮食一定要注意 比如吃了一口 要得一个小时观察 才能进食 他们不是一直喂 味道又出血 所以观念也不清楚 所以这一件事情 对我打击蛮大 我说把这样的患者 交给我们的志工 然后观念又不清 然后又没耐心按推 然后也不愿意 在这种紧急状况下 事实上是绝对有可为的 我说我现在身边的患者 都比这个患者重 所以我觉得大有可为 结果很不幸 这个患者也没有被处理得很好 然后最后又辗转到西医 结果很快 他人已经走了 时间很短 所以我很痛心 我说我在这里想帮助患者 但我常常那些我委托的 他们未必听我话 所以这也是我过年以后 一直在思考的 我认为我应该跟这些人 完全切割 因为他们天高皇帝远 根本做的跟我的 看似都是原始点 但完全没有爱心跟耐心 他们有他们的商业的考虑 尤其在过年期间 他们也很忙 其实我也很忙 但我过年几乎 没有一天是过我正常的生活 都是为患者 我还是这样两地跑 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到现在都是这样 因为这个患者 生命迹象已经稳定 他比出血的都还要严重 结果妹妹还活着 而且生命迹象越来越稳定 体力也越来正在恢复中 但为什么这个人会走 不应该啊 所以这也就是我说的 原始点一定要有耐心爱心 还有观念也要清楚 这些没有你根本救不了人 然后手法你以为这样按推 稍微解症就可以处理中病患者 太可笑不是这样 你手法人解症你还要评估啊 你那个手法有没有柔 有时候如果太大力 有时候还会消耗热能 稍微解症你也不要太高兴 很快又会崩回来 所以在这种紧急状况下 你能不能及人所及全力以赴呢 不看人来 他们讲了很多理由 我最后发现跟原始点的 那个目标越来越远 所以我说以后重病患者 我应该不会推荐到任何什么公益点 我以前认识的 应该都不会 理由很简单 他们会不会照我这样做 不一定 他们有没有他们的想法 有 他们有没有观念很清楚 我看很难 他们也不一定很进修 他们已经满足他们的现状 我甚至我连我都在怀疑 我最近的讲课他们有没有在听 但是他们还是在做原始点 你又能怎么样呢 那手法真的到位了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备案 从外表看好像像是原始点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问题让我感受蛮多 我认为真正原始点要想救重病患者 第一个观念要清楚 这是第一个 手法一定要到位 再来还要发心存症 有耐心爱心信心 那你有了这些 你就可以灵活应用 就可以愿意及人所及 然后替患者设想 那我就讲到这样 所以重病患者 我觉得到最后 都是因为不能结症 还有观念不清 这是操作者应该要负责 还有他们耐心也不够 然后只顾励他们以后怎么经营 真的人承担我看也很少 所以不需也请各位读者 不要对我以前的什么哪个公益点 听说很好很好 请不要有太多的指望 健康要靠自己 所以我说就多看看我的原始点 那如果手法有什么不懂的 记得看影片 那真的家人有什么重病 不要以为去了公益点 那些都可以得救 我这一次看了我就感触很深了 我也提醒不要有这种相关 生命还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你觉得真的 你很想学又一下子学不来 上网看很多观念你就可以厘清 然后说法如果不到位 看影片 如果你开一段真的很紧急 你们怎么推 我相信我们也可以 如果真的很急的话 我们也会想办法来回答你们 好 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也在处理重病患者 所以感受男生 才会讲出我现在的感受吧 好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么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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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